心理小学堂 每周五我们一起探索心理学的小知识 大家好,我是嘉玲 大家好,我是班长轩宁 哈喽,我们回到了现实治疗的最后一集咯 我们上一集聊了美好世界 还有控制理论 大家的美好世界不知道想象的如何 有没有细细地观察自己 有没有一直重复很在意的 那个小小的美好世界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收起来 那我们这集嘉玲老师要教我们什么 技巧 我觉得你好像前面都讲完了 怎么办 这不是我的风格吗 你听完就差不多学会了 现实治疗的技巧 最知名的就是WDEP 它是四个英文字母 W就是want 你想要什么 D就是doing 或direction 你正在做什么 你的方向在哪里 然后E是evaluation 就是有用吗 做个评估 然后P是plan 你打算怎么做 那我等一下会讲案例 其实现实治疗啊 它真的很简单 它的这个理论不复杂 不会像心理动力这样子 绕来绕去 白话文啊 你想要什么 你正在做什么 这个有用吗 你打算怎么做 是不是很像主管很好用 就问说 来你这个月的目标是什么 那你现在正在做什么 有用吗 那你打算怎么做 有没有 是不是主管拿来问 问你的KPI 答标了没 很好 所以治疗的第一步就是 智商社会跟个案讨论 他们要什么 什么状况会让他们 感觉到满足 那在问要什么的过程里啊 你就可以去测试 这个来谈的人 或是现在在跟你互动的人 他到底有没有真的想要 他的那个心理的动力 或那个引擎 到底有多少 Glass把这种 人的状态分成五种 这个大家相信一定很常见 第一种的人叫做 错不在我 我不想得到帮助 这种应该走不进来了吧 应该也还没走进来 对就是 反正他还处在一个 否认的状态 然后第二种人是 我想要有好结果 但我不想努力 有人可以这样子 大方的承认也不错 如果他愿意的话 对大部分 大部分的人就是 他想要好结果 但是他不想承认 他不努力 他不想承认 他都说我想 但是没有做 没有动 然后这个时候 Glass就会问 是的 你有这些想法 但你做了什么 没有做 就是安安静静的 冷静的问 是的 你现实里做了什么 OK 好 就是不用跟他吵架 就是不停的问这件事 但是有一些人 我发现 这时候又讲到 心理强度了 有些心理强大的人 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 他会知道 这里面没有攻击性 这里面只是很 很现实的邀请你 去看现状如何 事实如何 可是啊 我的实物经验 告诉我啊 就连这么 peace 就这么 中性的 句子 有些人 就会投射 非常多的攻击 就是说 老师你 很不温暖 老师你 怎样又怎样 但是其实 回到事实层面 都是一句 你现在在做什么 有用吗 可是为什么 这个人的反应 会有这么多 很多是他来自于 他内在觉得 会被 judge 会被 惩罚 或是 他不想承认 这个不好的自己 他不想否认这件事 所以他透过攻击你 他来逃避 他自己的状态 所以治疗的 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治疗 是要很稳 不要被这些 就是 掀起波澜 这样子 对 那如果你发现 你很稳 但他还是 对方的状态 也是很剧烈 然后很多东西 投射给你 攻击给你 那你就是划线 就是 OK好 那也许我帮助不了你 你就让他走 OK 也不用觉得 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啊 什么的 就是 有些人 他的状态就是还没到 他的心理强度 就是还没到 你也不用跟他argue 就是他现在 还吃不了这晚饭 对 他可能现在 还能只能吃 吃一些软的一点的食物 是 就我前面讲的嘛 如果你的治疗师 一直都对你很 就很nice的话 说真的 你要想的事情 是你有认真 在跟他工作吗 你也没有真的 让他感觉到 你是渴望去改变 你的问题 还是你只是想找个 哭一哭哭说一说 对 其实会感觉得出啊 你的反应 我们就会知道 我现在师都好力道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我们就是 好 先 先这样 先顺着你 OK 对 所以 有些时候啊 有些 关系是两个人的 真的是双方的努力 好 然后再来就是 第三层就是 当事人可能会跟你说 好 我试试看 我有可能会做到 哦 开始要工作了 可能会做到 所以他可能就是 偶尔做 偶尔没做 那第四个就是 我会尽其所能 哦 有更认真一点 然后第五层叫做 我会百分百承诺 不管遇到多少困难 我都会克服他 这个 应该在里面 不多的 就是 不常见 如果有一个人 能够这样的话 那代表他的心理强度 跟动机也都非常的高 他真的 真的很知道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愿意为这件事情负责 嗯 对 所以呢 你们可以问问自己 现在生活真的让你不愉快吗 好 那这些不愉快 你有多大的动力想改 你在哪个阶层 哦 你也可以拿来问问自己 嗯 如果你还是一直觉得是 社会的错 政府的错 爸妈的错 那也许你还在第一个阶层 错不在我 我不需要帮忙 或者关系里都是对方的错 对 对 那你需要真的 我觉得每个有你的速度啦 嗯 我没有觉得什么叫好 可是就是 我也只能告诉你 我生命走到这边 我真的发现有用的方法 就是去承担自己的责任 嗯 然后即便过程在辛苦 就是把它穿越 嗯 好 那所以志老师也会一直 不停的问个案 就是 如果你是你理想当中的那个人 你会是怎样的人 这些都是在问那个want 嗯 就是你想要什么 那生活里什么是你想要的 但是你还没得到的 嗯 或是生活里 如果是你要的 你现在会正在做什么 就这些问句都是 指向现在跟未来 嗯 它不太指向过去 嗯 你要什么 什么是你要的 那这个在后面 我们在谈后现代的 焦点解决 治疗学派 你就会发现很像的地方 OK 嗯 好 那再来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WDEP 那第一是什么 你正在做什么 Doing 对 所以我们就会去很细致的跟个案讨论 那你在做什么 嗯 每一条每一条列下来 嗯 比如说有些 个案会来跟我讨论 他跟母亲的关系好了 嗯 那他就有各种想要嘛 我希望跟他不要吵架啊 我希望我不要冷言的 冷言的欲语啊 什么的 那我就问说 好 那你妈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做了是什么 通常就是用吼的之类的 对 那你就会自己不应该 可是你就会跟我说 可是怎样怎样怎样 他如果不是这样 我才不会这样 有没有 对 但最好就不跟你讨论这件事 就会说 那这些 这个反应会把你带去哪里 嗯 就是 他就是一直让你看见 你的这个反应 不会得到你要的 嗯 然后第三个步骤就是 Evaluation嘛 就是要你去做一个评价 那你的反应是帮助还是伤害 你实际上获得了些什么 哦 然后第四个步骤就是 帮助你发展一个计划 可是这个计划是 有标准的哦 是简单的 可以做到的 可以测量的 而且立即就可以马上做到的 比如说那个 想要改变母女关系的 嗯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改变关系 就是觉得 哦那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要啊 我怎么可能改变我妈妈呢 确实 但是你的目标不是放在 你要改变你妈妈 嗯 比如说我举我自己的例子 我以前也是嘛 我跟我爸之间 他就是 他很能激起我跟他斗嘴 就是 就他会有一个反应 我就会有一个反应 他会有反应 我就会有反应 然后我就会问我自己 我正在做什么 哦 我正在引发 他让我继续可以跟我吵架 嗯 那有得到我要的吗 没有 没有嘛 所以后来我做了一件事 如果你仔细发现 我真的有改变 我爸在那边 哟哟哟 给我的时候啊 我就是安静 嗯 我后来就是 无论我认不认同 嗯 可是我的行为我负责嘛 我要得到我要的嘛 嗯 我希望他不要对我 我们关系不要在那边 一直对对对 那我就是去中断 本来的无效行为嘛 嗯 所以我就是安静 哦 而且我发现很有趣 当然他 我跟我父亲的关系 改善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他是几十年的事情 我先做到这件事 嗯 那你会发现 哎 他以前那女儿都会在 跟他吵回来嘛 嗯 对不对 那那个关系里的敌意 跟张力会很高 嗯 那你就这样做个 我就这样做个几年 他说什么 我就是嗯 好好 然后之类的 就是没有太大的反应 嗯 然后久了之后 哎我会发现 关系是会前进的 嗯 他有时候会关心你 或是偶尔我觉得状态 因为我内在的敌意 也没这么大 嗯 我也会关心他 嗯 我也会关心他 就是比如说他前一阵子 呃 去找了一个CT 就是断层扫描 嗯 那我就会问他 哎 怎样啊 这样子 那其实他都很日常 很家常 可是这些微小的改变 却很重要 因为他就发现 哦 原来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攻击他了 嗯 对那 至少我们之中间 有一个正面的东西出来 嗯 但他却简单 因为我没有要去 怎么叫做改善 我跟我父亲的关系 让他变成是一个 讲道理的人啊 或者是不会没事就大 酸人的大 没有我都没有这个意图 我放下这个意图 然后我接受他就是我父亲 然后他确实就是这样 那我能改就是我的反应 嗯 对 回到自己身上还是 折腾还是在自己 是是是 所以他最近我觉得 他最近的表现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出乎我意料的好 就是 他对于我这个女人 他好像比较能接受 我已经不一样了 这样子 嗯 那这个四个目标 计划的四个标准 记得哦 简单可达到 可测量 而且立即可以做 嗯 比如说 听这一段 节目的人 很多在考研究所嘛 那你如果要 定目标 你不是要去定 我要考上研究所 这种目标 太大了 对对 你要考 你要定的事情是 我每天 读几分钟的书就好 嗯 或者一个章节 嗯 然后让自己做得到 而且有快乐 至少一条 哦 这样就好 大家都会觉得 这样子有用吗 有用吗 可是这样搞不上 可是书有这么厚 这么多本 都会念不完 怎么办 但是这样想 有帮助你吗 没有 哈哈哈哈 我要跟他说 有帮助你吗 这样想有用吗 然后没有用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想呢 我们是不是去试试看嘞 对 你会发现 好 你跟自己讲读一节 但是你都坐到那边 读完一节 你不会读第二节吗 就算你今天再累 就读一节 也很好啊 对呀 你可能隔天 精神比较好 体力比较好 就多读两节 也很好 都很好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写作的小技巧 因为其实 很多人知道 我的产量要很大 我每个月 每个礼拜的节目啊 然后 老派啊 我还要写课程 我都这么帮助自己 因为其实创作 是一件很累的事 所以我不会告诉我自己 我今天要写完 小学堂一次要准备四集 这样子 然后桥梅要准备几集 就让自己很累 我都会focus在 那个我今天最想讲的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小学堂 我是四集一起准备的嘛 那我就会想的事情是 诶 我很想要讲格拉舌 跟他爸的故事 然后我坐下去 我就会先写这个故事 哦 不是照的那个顺序 一定要怎样怎样 反正没关系 我就先写我有兴趣的 坐下来 然后打开电脑 最难的是打开电脑 坐在那里 然后还不能去划别的东西哦 对对对 所以你有时候好的开始 真的就成功一半了 就是让这件事情是容易的 嗯 好 那我这边开始讲一些案例 在那个Corey 这应该是Corey的书上面 他有讲到一个案例 我觉得蛮好的 这是一个高中 高三的男生 有没有发现 现实资料很适合用在青少年 学生身上 那他的状况是 他常常缺课上课不专心 嗯 然后就快要被退学了 那就被老师送到辅导室 嗯 那这个时候 这老师就去跟这个 高三男生 他去讨论他的目标 WDEP嘛 你要的是什么 嗯 哦原来这个男生 他并不是不爱念书 他很想上大学 嗯 只是他不想念理工科 他想念文足 但是他爸妈要他念理工科 OK 所以他就很痛苦嘛 那治老师就问他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 那他就说 因为学校都是我不喜欢的 我不喜欢来上学 所以他就会说 他就趴在车 就桌上睡觉啊 然后不停地跟自己说 我干嘛浪费时间啊 嗯 然后我讨厌数学啊 这些都是他的行为 跟就他的前轮 嗯 他的想法 看他的行为 都很让他挫败 嗯 就睡觉啊 放空啊 然后一直埋怨这些事情啊 然后 这个时候治老师就问他 WDEP吧 一 问他说 那这样的人生 是不是他要的 一定不是啊 对啊 因为他事实上想上大学啊 对 然后就问他 那他要什么 然后这个高三男生就说 我想当国文老师 嗯 好 那当国文老师 这时候 治老师他也不是花力气去讨论 你要怎么说服你爸妈 嗯 有时候我们会画这条线嘛 对啊 那治老师就只是问 那你要怎样才能当国文老师 好 那这男生就说 我要 我得上大学啊 嗯 因为要有那个文凭 可是我现在就是毙不了业 嗯 好没有 他开始有现实感了 嗯 然后这时候 治老师呢 他就给了一个 算是一个建议啊 或是一个更好的方案 就是说 那你知道上大学可以转学吗 转系 哎 转系 对不对 你上大学可以转系吗 嗯 然后这男生就是一脸懵 就是 啊 有这招哦 你先考进去再说吗 啊 我想起来这个课案不是Corey的书 这课案是我 查的另外一本也是 资商理论的书 嗯 我觉得写得很好 比较台湾啊 台湾版 嗯 然后这个男生就是 哎 我不知道 因为有的时候现实治疗 他有一个理论的 相信就是有的时候 是当事人不再有更好的选项 所以他选择了此刻 他觉得比较好的 好的选择 对这个男生来讲 因为他很痛苦嘛 他大学又不能读他要的 他干脆现在放弃 是他觉得现阶段 他做的最好的选择 哦 某种程度也是啊 他反抗嘛 嗯 对 他有力量感 好 可是这个时候 治疗是让这个男生说 你知道上去之后 可以转系吗 哦 不知道 这件事 而且他上去之后 是18岁啦 18岁就可以自己做决定 不用法定代理人了 嗯 诶 我是不是在教大家 对 对 然后 所以这个男生就 诶 激起了他想念书的 这个动力 嗯 然后他 就是 考上大学 然后 知道等到他18岁 就来为自己做决定 嗯 然后接下来他们的 治疗方向就是去开始拟定读书计划 然后从简单的 可以做到的 可以测量的 然后立即做得到的 然后一步一步帮这个孩子把课业给追上 哦 因为他的动力不一样了 嗯 嗯 他发现 他还有另外一条路 原来可以啊 嗯 原来可以这样子 我先进去 我就算是理工进去也没关系 但我 嗯 让爸妈 让我先进了学校 然后 我在 也不一定要转系啊 厉害一点 可以双主修啊 很多大学生知道是双主修啊 他修得天 先确定他读得了理工啊 如果可以的话也不妨啊 这样才会更好 有没有 对啊对啊 说不定 就是很多 一定会有很多说不定 说不定说不定 但是不管怎样 我们都还要先去做 那个第一步 如何让我自己 我好我真的不要 那我可以怎么样 我先把高中读完毕业嘛 对不对 好 就是这个小小的 所以如果你是家长 嗯 好 有些时候家长也很为难 嗯 你可能想要的跟你孩子 想要的不一样 嗯 那我会鼓励你 先不要花力去讨论谁的比较对 嗯 先真的去理解你的孩子 想要的是什么 嗯 然后跟他评估 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有帮助吗 嗯 而且这过程 你要hold得住你自己的嘴巴哦 好 不要他说 我都每天打电动 你说你看你看你看 你就这样 这 你觉得打电动 对你接下来有什么帮助呢 什么会让你觉得 更接近你要的呢 嗯 我真的有 听过很多教养的例子啊 嗯 就是小朋友他想 好像是想要做YouTuber吧 嗯 反正就 现在对小朋友来讲做YouTuber 都很 就是一个职业啊 很 很 很不错的职业 很 他们觉得很向往的职业 虽然爸妈没有很懂 就像我们当年很想 有些人很想当明星啊 当艺人 是一样的 我们那个年代 对啊 只是我们那时候没有YouTuber 对 然后 那时候妈妈 我记得有一个妈妈 她其实也不是很懂YouTuber 到底在干嘛 嗯 那第一时间 如果父母遇到不知道的事情 很容易就先阻止嘛 对啊 但这个妈妈没有 她就是跟这个孩子一起去研究 那要怎么当一个YouTuber 嗯 她就要研究 哦原来要做功课 然后器材什么的 那她也就花一点钱 让孩子就是去 就是让她开始 简单的开始 其实也不难 手机就可以拍了嘛 嗯 好 那她也没有反对 她也没有去跟她讨论说 这以后能活吗 好 你可以养得起你自己吗 好 然后呢 孩子就去了 然后她真的 因为她想象YouTuber很愉快嘛 然后想象这YouTuber 就每天叫嘻嘻哈哈 然后会有钱嘛 然后她真的进去做了之后 发现这是一个很累 很累的工作 嗯 这是一个 其实压力很大 然后自律要非常好 嗯 然后她才明白 哦原来她 以前那个是叫幻想 嗯 然后她就重新思考 她要什么 后来她就没有继续 她就更新一段时间之后 她就没有继续 然后她就明白了 OK 她的人生 其实更想要做的是什么 嗯 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段过程 她跟她妈就一直卡在 她要当YouTuber 然后她妈不给她做 然后她那个动力 就一直在那边 纠结着 嗯 然后她的生命里 就没有前进 可是你就让她去做了 做了她就会有 发现 各种好的 可能很好 也有可能不好 对啊 很好就很好啊 不是很好吗 对啊 说不定就真的 打开了她的一条路 嗯 对那很多时候家长 我觉得现在家长 也很辛苦啦 嗯 你又要给孩子自由 对不对 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教 嗯 可是又有一些状态 又要提醒孩子 所以我觉得父母亲 你们的责任 并不是去保障这个孩子 将来一定会有钱赚 还是活得多么的出人头地 应该要有的样子 对 你更多事情是确认这个孩子 他有没有自己做判断 嗯 做选择 嗯 然后收拾后果的能力 我觉得大人自己 有时候都没有 都没有 你好诚实哦 记得哦 像有一天 我的侄女会跟我说 妈妈 阿姨妈妈她怎样怎样的时候 我就说 你去问你妈有做到吗 没有 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 希望孩子做到 事实上是想满足我们自己 是 失落的那一块 是不是 你看我们从我小的时候 就听过这句话 一直到现在四五十年过了 还是这句话 对 真的有时候是大人真的 要做到也很难这样子 对 好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就真的跟家庭有关 嗯 这个也是出自于 你正在做什么那本书 然后那一篇的片名 叫做老爸怎么变了 哦 那这个案例是 她本来是 她们是一对夫妻 然后结婚二十五年了 很久了 有一天这老婆就跟老公说 你再不振作起来呢 我就要带着两个小孩离开 好 哎这样蛮多时候那个 突然间就会 突然来个婚姻治疗了 哎真的哎 真的蛮多 我听过很多男性的学院 跟我说 他有一天就是被他老婆 下最后童笛 就是被告 用被告知的概念 然后他就整个醒了 然后他自己可能还一头雾水 对对对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是都有带钱回家吗 怎么了 这个太太 这个先生就是这样 他就他 这个先生其实很爱他太太 可是他就觉得 其实他真的对生活无能为力 这样子 他好像是个会计师吧 嗯 然后他们夫妻之间 已经没有在做 做爱了这样子 然后小孩还会彼此打架 然后互相讨厌彼此 这样子 也很不尊重爸妈 嗯 然后他的事业就遇到了瓶颈期 然后关系又变糟 所以这个先生确实 他是在一个很低潮的状态底下 然后他是被他太太 推着见治疗师的 你说你再不见我就跟你离婚 对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这先生也很好 因为很多时候先生如果 这样被推啊 他有可能就直接放弃给你看 嗯 那我觉得他蛮好 他就真的来了 嗯 那这个他的现实治疗师呢 他很清楚知道 这整个最终是要改变 整个家庭的动力啊 嗯 可是这问题比较大 所以他就先不处理 这个这个先生跟孩子的亲子关系 他先从容易的开始 要从容易的开始 因为这个先生很在乎他太太嘛 嗯 其实这先生没有那么爱小孩 所以他还是比较在乎 他跟他太太的关系 所以呢 经过一番讨论 那就WDEP拿来用用 拿出来用用 问一问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治疗师就先鼓励先生说 你现在每天吃晚饭之后 花20分钟就好 嗯 到你家隔壁的老人中心 去走一走 因为他太太在那边做 嗯 帕太太的兼职 照顾一些老人 这样子 然后 创造一点 接触的机会 对对对 然后这个先生刚开始就说 可是但是 各种说 没有用吧 那边都是老人 我很怪耶 我去干嘛 对 然后一样 治疗师只是坚持 你就是去20分钟 去一天也好 然后 对 很坚持哦 那那这 我觉得这治疗 这个个案也很好 他就先去了 然后去了之后发现 哎 太太看到先生来的时候 很开心 所以太太的表情就会变好 对不对 对 气氛就会变好 就是会热络 招待一下 然后这先生就有一种 因为被太太看见了嘛 突然觉得 老婆对我的态度不一样 对 所以他就也觉得不错 然后他就不只待了20分钟 哦 所以我们应该顺便 在那边干了什么事情 帮忙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发现 哎 他在老人中心里头 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他能做很多事 因为他算少年 然后 所以他们两个就 因为他愿意去 一个晚上20分钟 所以开始有了不一样 嗯 然后也因为这 变成了一个默契之后 一个新的习惯之后 哎 夫妻之间就开始 散步聊天 哦 准备回家了 散步走回家 对 然后开始 关系有破冰的 嗯 可能性 然后这太太 还蛮爱上课的 就约这个先生 去上亲子课程 嗯 哎 我真的蛮常 在教室里遇到 就是太太报名 然后把先生拉来 我很想要问 各位男士们 学习对你们发生什么事啊 为什么 就是比例啦 我说比例上 在我们教室的比例 有点悬殊 对对对 我不想要 但是明明老师 也有男的啊 嗯 不知道男生发生什么事 好 那 所以他跟他太 关系就变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 治疗师就把目标 转向两个小孩 嗯 然后他就鼓励这个先生 晚餐 回家跟小孩一起吃饭 嗯 那他们家的晚餐 就是各自处理 没有 特别的 就是一起坐下 本来啦 所以先生本来就觉得说 没必要吧 嗯 他一样嘛 就是啊 就是各种 可是但是 对对对 但是治疗师还是坚持他 就坐 嗯 试试看 好 那他就真的改变作息 然后就早一点回家 吃饭这样子 然后啊 就开始 嗯 亲子在饭桌上面 就真的稍微有一些互动 嗯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治疗师就在鼓励爸爸说 你只要做一件小事 就是睡前去跟你女儿说晚安 就这样 嗯 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然后 这次先生就不跟他argue了 因为没有用 因为argue还是要叫他去啦 好 然后他就去做 可是这次没有哦 他女儿对爸爸的态度 还是冷冷的哦 嗯 那我们就觉得没用 对不对 对啊 没有 对 他确实跟他爸的关系 没有马上变好 可是这个女儿 对他哥哥就不吵了 就不打架了 要去看到的是 他跟他哥不打架 对 对 然后因为他可能就觉得 不知道 你知道 有时候孩子之间那种 比较的心理很微妙 嗯 啊 爸爸来跟我说晚安 对 我觉得爸爸有看到我 嗯 可能啦 我不知道 然后 所以 呃 太太就因为 诶 这个女儿变乖了 他们两个不打架了 就更开心了 哦 他是连串的连锁反应 他是连锁反应 可是他的开始都很简单 嗯 然后那个 这个儿子呢 还有儿子嘛 然后这个时候 就不是治疗师给建议了哦 因为爸爸自己也是男生嘛 当过男生 他知道男生都会很想要独立 嗯 而且会想要耍帅 所以他就 他做的事情叫做停止发零用钱给儿子 哦 很有趣吧 儿子应该会生气吧 很气啊 气爆了 好 但是因为儿子也 够大了 他就说你不够有钱 我就自己去打工 哎 蛮好的 嗯 然后啊 那就因为自己去打工之后 非常有成就感 然后他的学习就跟着变好 是这个案例啦 对案例 对 就整个家庭就变好了 嗯 所以你说治疗 现实治疗能不能放在复杂一点的问题 还是可以的 嗯 还是可以 不是只有青少年的问题 嗯 相对的一些比较复杂的状况 也还是行 只是他话重点的地方都是 先做什么 嗯 去推动那一个系统的改变 嗯 你现在听到这里 你会感觉好像别人的故事都很顺啊 这些故事结果都很好 嗯 可是我觉得要听见的是 你愿意去做 嗯 然后从小地方开始 从那个小小的 微妙的开始的变化 去感受到 啊 可能 去隔壁二十分钟 老婆的表情不一样 嗯 那个感情 感情变化 微妙的不一样 小小的 小小的不一样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幻想改变是很戏剧性 很drama的 嗯 那现实并不是这样 那只会出现在电影里 然后可是你知道现实里 如果你看得到爱 是很小 都是很小很小 而且很微 微弱的 但你认得出来 其实它就会不一样 嗯 所以还是一样 这两个故事都是 就是你要对自己人生有目标 然后取下一个简单的承诺 然后去执行 就这样 嗯 你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嗯 对 所以关于学派 我们大概就 讲的差不多啦 对 那我们最后一定会要讲 优缺点啊 大家应该也很清楚 优缺点 好 优缺点当然就是 它蛮短的 适合在一些年轻 因为其实年轻的族群 特别适合用现实治疗原因 是因为他 你跟他讨论潜意识 他其实也搞不清楚 什么叫潜意识 对 他的潜意识可能都还没有 被发觉到 对 然后 而且年轻的孩子 那个 你刚才讲 太复杂的人生道理 他也 他也听不懂 所以 一些比较年轻的 然后觉察力 不是那么 复杂的 不够的族群 欸 现实治疗 这样一步一步 慢慢带他们思考 处理当下的小状况 而且当下变好 就有成就感 然后再换下一个 再换下一个 确实是很有帮助的 就很像堆积木 一点点一点点 我们把那个自信 或者是成就感 慢慢的堆起来 嗯 然后建造出 他自己的一个美好世界 是是是 这是真的 现实治疗 而且学习的人 也很容易 就是如果你就算 不自商师 你要学现实治疗的 这个学派 也相对是容易的 因为他们有那么多 复杂的 就是名词 你好好问问自己 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 这对你有帮助吗 这样有更好吗 而且很容易 自我就操作 这样子 这是优点 好那缺点 也还是一样 一个学派的优点 通常就是隐含着 他的另外一面 就是有一些 一些比较根本性的 人性的冲突 或矛盾啊 或是比较抽象的 像焦虑人生的意义啊 这种议题 就不是那么太适合 现实治疗 那还有一个东西 因为现实治疗 它本身需要很清楚 它要很稳 可是又不能太强势 要不然它变主导 它就变真的是 在控制 个案了 所以这东西 也确实很容易 就是治疗师 他本身的状态 会不会造成 个案的疑情啊 这种 都会有一些 需要考虑的地方 也有可能让个案 最后就一直 很依赖治疗师 就是他遇到问题 他就很想回来问 怎么办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 治疗要去注意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不管哪个学派 都会遇到的问题啦 都会一定 因为这是人在执行啊 所以人一定会有各种 品质的状态 这样子 好啊 我们聊完了 四集的现实治疗 不知道大家对于 现实治疗的感觉如何 我觉得 我自己相对于觉得 它真的比较生活化 可能真的在 你一般生活里面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用 相对于 前面的学派们 对 那你可以就是 我自己的核心里面 就是试着就去做 对对对 结果我们再来看嘛 就当作是一个实验 好玩 不要太要求 我结果一定要有 怎么样的变化 是是 OK好 我们来工商服务一下 这是我们的新活动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 就是你现在听到啊 的时间啊 你要来追踪我们 起点文化的IG 对 你如果有IG 就搜寻起点文化 如果没有IG的话 先去下载一下 玩玩看别人在玩什么 对 我们也是从 不懂IG到现在 觉得IG 蛮有趣的 它真的是一个 一个世代上的 一个工具 然后它是一个 另一个美好的世界 是是是 那如果你追踪我们的IG 你在我们的现实动态 会得到 专属的折扣码 在你买课程的时候 可以更优惠哦 对 对 我先不告诉大家 折扣码就去下载 然后这个折扣码是 不管哪一堂课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就是我们想要觉得 我们的IG事实上 有我们同人做的 很漂亮的懒人包 对 事实上我们觉得 那个很有价值 就你听完之后 你还是可以 帮自己复习一下 对啊 然后你可以把它 收藏起来 对对 IG可以收藏 哪一天突然间 想要打开来的时候 我忘记了 而且我发现 这是我们内部的调查 就是IG啊 IG的年轻朋友 有一些很可爱的小心机 就是大家在前台 反应很好的呢 不见得收藏很多 但有一些呢 点阅率没有很高 干货很多 他们会偷偷收藏 没有分享给朋友 对 这是有趣的心态啊 对对对 如果你有用IG的话 也记得要追踪我们啦 好 不还有 一个很重要 就是订阅我们 订阅我们 小学堂的频道 不管你在 Podcast还是YouTube 我们也是叫你做 一点小事而已嘛 就订一下 打勾一下 你的一点点小事 会造成后面 巨大的变化 对 OK 好 那我们这一集 就聊到这边咯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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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